新领输钱的机会是哪里来的呢 当大家在看科技股是否已经爆破 其实实际上如果大家再看 1999年2000年科技爆破的时间 并不是科技股自己爆破 它爆破的时间就是所有东西都爆破 即是市场真的太过泡沫化 新股其实现在都多 是乐响 乐响是挺先进的老板 很厉害的 上市之前已经和股民在互动 我自己觉得真正最值得留意的都 大家记住like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回到葳言大爷的第二集 就是浩德的访问 私基金的渣非人 他以前是威利基金 wide value partners的渣非人 不过是因为不想和人打工 通常那些职人都不喜欢和人打工 所以自己成立门户 跟施老板施永青合作 他成立了私基金 再次欢迎你浩德 上一集非常精彩 因为他每次为什么再上一次访问 人们说他说得快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想和大家说 他不那么快 他怕说不及 所以说得很快 所以很确定 今集 施老板就没有时间在这 但是他说他对施基金的表现算是满意 但是我们听听施老板有什么问题 施老板好像你有些问题想问一下浩德是什么呢 其实施基金这段时间做得好 是和我们集中去买一些新经济 那些互联网创新科技股为主的 这个基本的判断 我认为是正确和造成我们的回报相对好的 但是科技股里面 其实我见很多都可能空如概念 是否有实际热职的 例如压力健康、平安医生 那些是否一定长远是实跑得出呢 另外有一堆其实它也是科技 古代实际上也是工程的底 例如许与光学、小米、这一类都是一些生产商 那它们的PE是否可以值得这么高呢 所以我有时都会有点担忧的 OK施老板的问题 有些没有盈利炒成这样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要接受有一件事 就是先说过股值 其实有得继续PE的公司 譬如腾讯、阿里巴巴 大家感觉上就好像稳定了 但是我觉得另一个 这个世界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由于现在成功的生意 其实是那个周期是缩短了很多 由于第一个资讯是快 那所以你得的话就不用看你出业职的 其实大部分的市场资金 每天都在看究竟哪些公司是做得好与不好 那所以呢其实速度快了 而大家看到很多新经济公司 其实也有很特点 由于现在他们不缺资金 在上市之前 而现在的互联网底下 就是数码化底下 其实它去中介很快 它能够很快地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 那所以呢现在的公司 和以往的企业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会一直不赚钱 一赚钱就赚得很厉害 就是我上次有说过 好像美团那样 它一直不赚钱 但是它一赚就要赚得很厉害 那所以呢其实现在的市场 出现很多这些令人感觉上 就不容易接受的公司 就是它好像一直都不赚钱 但是你说它做得差 它又不是它都很好 那但是呢大家就一直等 希望它有盈利出 但是当盈利一出来的时间 其实可能的升幅已经去到八百九九了 这个是一个情况 嗯其实 这个是个现实世界都是这样 那所以呢其实某程度 我经常都建议呢 其实现在真的去看公司 某程度有少少用一些所谓那些 那些私务基金的营销去做 就是那些私务基金的营销去做 因为私务基金呢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大家觉得没有盈利的公司 不买嘛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私务基金 做得这么成功又这么赚钱呢 因为一间公司的价值 不单单是看盈利 或者是不是应该当时的盈利是最主导 是应该一个企业的发展 这个很量化很质化 是比纯粹一个盈利更加重要 对 那我们新频道会不会呢 暂时没有盈利 但是你看到 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因为当量开始变 实质也会变 正如同时间 现在坊间做财经频道评论也很多 但是为什么 你们吸引到这么多观众看 这么多好的嘉宾 当然你的 因为你的嘉宾也好 当然你的人不愿望是你专业 但是其实你看到就是 可以的就会做得很好 就会吸引更多的 所以这个在每一个行业都出现了 首先施老板问 会不会有些公司好像 好像阿里健康 因为我们也持有 苹果好医生 我看他知道 他知道我们持有 但是你要看到 其实背后的机遇 是比大家想像中更加厉害 明白 所以你看到近期 其实不单止那几天 甚至你看京东 京东也有提及 他们也有京东健康 最近Hillhouse也跟他们有很多合作 你看到其实背后 当大家还在等盈利的时间 其实每间公司的企业 发展速度是比大家想像不到的 而我觉得用一个 大家更加容易明白的想法 就是其实是这种投资方式 是有点像买一个乐合彩 OK 就是说你不是 你这个关键的位置 并不是去哪一刻出现这个盈利 刚才我说过 可能如果你真的看到盈利的时间 可能整个企业发展 已经去到八九成 OK 那么问题就是 之前我们怎么做 这个其实就是你要对那个企业 或者那个行业 本身有一个一定的理解 比如说它做得到几大 比如大家可能听过很多 叫做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假设做得成的话 批有多大 它可以垄断到多少 而你可以判断一下 它能够转化到多少盈利 那当企业一路发展的时间 有可能10%的机会做到这件事 就是如果它终极的成功机会 达到可能是值1000亿的 可能当它做到10%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市场已经开始觉得 只有一百亿了 当它那个机会率 它这路发展 让市场觉得它能够有50%的机会 成为一间1000亿的企业 那可能当一刻 那个市场已经开始 给了四五百亿的市值 那所以大家经常都觉得 我只是等货币来到 但是之前的股价已经升了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企业的估值 和判断是有一个不同的基准 大家只是看货币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间 其实可能大家 尤其是一些新经济股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很多时间就是留意所谓的GMV GMV就是如果你做货物的 GMV的英文叫什么 Gross Merchandising Value Gross Merchandising Value 就是透过你的平台的货运交易量 当然有些生意就不是货的 是说人的 譬如你打电话 或者你做直播 这些是说过人 可能就说过所谓MAU Monthly Active User 究竟你的平台吸引到多少人 通常都是这些概念 一是多人 一是多货 新频道就是多人 二十多万 所以你看到他们 这些就是大部分市场 开始考核公司的指标 就不是单单去看盈利 明白 上一集大家看回 他觉得今次的科技股是调整的 不过其实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问你 你有没有一些担心的 嗯 我其实当然是有的 当然是担心输钱 但真正输钱的机会是哪里 我觉得当大家在看 那个所谓科技股 会不会已经是爆破呢 其实实际上如果大家看回 就算1999年 2000年科技爆破的时间 并不是科技股自己爆破的 它爆破的时间 就是所有东西都爆破 就是市场是真的太过泡沫化 而有东西是令到它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究竟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整体的金融资产 可以上升背后的动力 是印银子 那印银子究竟是否可以 无限量地继续下去呢 那我就拿一个图 又拿图了 这个是什么图呢 就是十年期的美国债息 那你看到上高白色线的就是债息线 就是现在十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 就是大约0.6左右 跌了很多的 有三四月 那黄色线那个是什么 黄色线就是扣除通胀后的国债 就是因为这个也可以吹的 叫Tips 就是说它扣除了通胀后 给你的实际利率 那其实你看回 现在美国的实际利率 其实已经是负数 负1左右 那其实同期欧洲也是负1.2 其实大家都是海军斗水兵 但是到了这一刻 其实你想想 其实是有一个难度 对于这个联储局 假设经济不能够提升底下 其实它能够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 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只是看过所谓的 所谓的Nominal的Tressway 就是这样看过免息好像有6厘 但其实它已经去到0.6厘 是0.6厘 那它后面 其实它中间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就是通胀的预期 嗯 那现在其实实际上呢 那个危机是什么呢 那个危机就是美国或者全球的经济继续炒 嗯 但是我们印了很多银子出来 嗯 看下通胀是开始越来越高 嗯 通胀越来越高 看下呢 其实联储局是没有办法去大规模再去减低那息 第一就是会令到那个实际利率会再苦 而其实你看到欧洲或者日本的情况 你当它跌过0之后呢 你再加下去 其实那个边际效果其实未必那么高 第二你看到呢 其实通胀越来越高的时间呢 你再这样做呢 其实会出现所谓的滞胀效果 那当然有很多人问我 那不是啊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 印了钱都没有出现过通胀 啊 但是正正是这个很怪异的地方 就是传统的智慧就是 我一印银子就引发通胀 过去一直没有出现 那接下来呢 会有一个危险就是 当市场其实下底那条线 绿色线其实就是两者的分别 其实你看到参考美国的inflation swap 那个通胀的一个投资工具 其实已经去到2% 也都解释了呢 其实近期大家看看 联储局为什么会将它的目标 由以往呢 这个硬目标2% 通胀就要开始做事 现在呢所谓要拉长 或者程度去要容忍一个高一点的通胀率 因为大家都看到市场上高呢 已经对未来的通胀预期 已经去到2% 即是说实际上这么说 未来如果经济再差或者不好的话 其实联储局是没有什么子弹 载人能指 嗯 很大问题 如果你看回2018年 当时如果你记得 当然中美关系很差 其实当时 2018年12月 美股跌得很金 那时如果你记得 因为我们在QE3之后 联储局是经过两年收水的 大约收了五千亿 当然我们一季又已经印了三万亿 但其实你看到2018年那下 由于那个利率的预期 引发整个市场的估值回调 可以是真正一个灾难 我觉得这个是 真是你问我会关注的事情 究竟未来在通胀预期这么高的情况下 就是说联储局再去保持这么松动的货币政策 究竟空间有多大 嗯 下一张 还有另外一张图 这个就贴身一点 因为我刚才说的 全部都是说美国的 那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们很多投资者 香港朋友呢 都是买港股啦 A股啦 那很多港股都是受中国的资金 和中国企业 你看到呢 其实在这段时间呢 中国的经济反弹呢 其实非常的强劲 大家看到 尤其是六七八月 很多数据告诉大家 但是同时间呢 你看到呢 就是国内的流动性呢 是偏紧的 就是当然不是很紧的 但是呢 其实也不是 和以往的比较可以这么松动 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我相信国内呢 其实对第一 对内房的调控呢 其实是比大家想象中严控的 那所以呢 就是阿爷呢 又不希望呢 太多的资金 可以呢 有机会用正确 或者不正确的推道呢 流入内房里面 那所以呢 其实呢 你每一次都看到呢 资金一松 其实呢 央行就收了 那这个呢 是其他原因 第二大家都知道 当然这段时间 我们很多所谓新基建等等 都令到呢 其实那个 就是大家在国内有少少抢资金 那变成了债息提高 那这样的呢 其实你看到这个十年债呢 其实这段时间 是慢慢爬爬到最新是三点一几 即和美国很不同 比国暂时还是收水的模式 国内呢 其实是慢慢有少少 达得稳少少 那某程度这个呢 都解释了 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到A股明明 8月份有很多的业绩期 出了很多公司很好 有很多好的消息 为什么A股都好像 那种动力一般地 或者见到北水 下来买港股也有少少影响 我自己个人觉得 这个蓬积国内的资金面 和债息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 需要留意的东西 你说的是债息 十年期的中国 就是中国大陆的债息 明白 但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8月的社会融资规模 是3.5万亿人民币 市场预计是2.5万亿 就是欠了1万亿 就是比市场预计是多很多 那表示钱还是很多 但是你的问题就是 那些钱是留在哪里 还有你看到是发了 就是那个社会融资量很多 就是很多人借了钱 正如我刚才说 其实很多基建的项目呢 很多地方债 很多国债特殊项目债 都是在这两个月出来的 其实是政府和民间斗抢资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钱可以翻出来 但是息源也是很高 背后就说 其实整体的央行不想放大多钱出来 同时间很多人想借钱 那么就要引致你看到 社会融资总量是高 但是息源也是在偏向近 OK 但是这个信息 那会不会有什么操作 还是你就是有什么 现在最简单的留意就是 如果债息就一直升上去 大家就要小心点 因为债息可以上升 就是说市场可以投资的钱少了 无论是可能对房地产会有一个压益 对股市也会有压益 明白 说回我们上一次介绍了明德和顺丰 这两个都是A股的 我们评论一下 业绩都出了 OK 好 顺丰出的很漂亮 先说顺丰先 对啊 顺丰 顺丰 其实他出了业绩 其实他 是不是这张 对啊 没错 这个图是对的 你看到抽了 我们说完之后 很厉害 很厉害 两个涨庭 两个涨庭 10% 这段时间也回了少少 某程度 我觉得是有少少跟着A股走的 你看到 其实顺丰 跟我上次说 我就赞到他天下无敌 但其实出的业绩 也真的不太差 你看到第二季的业绩 是说 按年升四成多 如果盈利升七成多 基本上是交了功课 还有我可以 导演去下一个图 第九个图 我觉得就应该赚一下他 我实际说 大陆经常看到 那些行业 如果真的高增长期 不论你是哪一个 风大的事 猪都会飞 是 其实某程度也是 其实你看到左边的图 其实就是说 顺丰和收入 是 相对于行业的收入 行业其实都不差 升十多% 但是他自己超页完成 升四成多 哇 所以说 比司机今天的表现更漂亮 没错 以他做目标 我也希望 但你看到 其实就是 不单止行业本身 所谓的赛道是好 其实他自己的竞争优势 在这段时间 都真的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 顺丰这间公司 就叫做超页完成 还有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整个行业这段时间 都开始是 有一些所谓的整顾 比如如果大家可能留意 就是 大家就开始不停的减价 抢生意 其实对 所以你看到 这个行业的减价力 很大 但是其实这段时间 顺丰基本上 就是完全没有受这个减价的影响 而你看到 它的margin 都仍然是升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就是 我觉得这个势头会继续持续 还有就是 如果最近 大家可能留意 所谓的内循环概念 嗯 顺丰其实某程度 都是内循环的概念 因为其实当国内 很多消费 留在国内的时候 很多的 比如说高级的消费品 其实都需要一些很高质的快底商 那其实你看到 比如说 顺丰为什么它上部来做得很好 就是由于它所谓的时效件 即是贵一点的 我要保存得好一点的 我要有一个时间性的 你要很快交付到 那其实顺丰就是 正正是填补了国外 这个很大的空间 那所以我觉得 就是它 底下它的股价这段时间 都比较好一点 明白但是问题是 其实整个行业 跟同行 它自己都是跟疫情 是不是很大关系 就是我们在说 慢慢的 其实大陆都恢复正常 或者少了人去网上买东西 会不会 其实那个大趋势 都仍然向上 你说增速会不会有改变 可能会 不过同时间 它都不只是靠所谓的电商 其实如果有机会可以说多些 其实它背后 我自己呢 除了我刚才说 它所谓现有的时效件 特位件的增速 还有价钱没有受影响之外 它背后 它密密地做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上次说 它建了机场 是 它有自己的机场 它就应该比Amazon 比Amazon还在建 它今年就下城了 在湖北 你看到这些背后 比如一些国际的业务 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说 一些同城 一小时送达的 一些新的生意模式 等等 其实在顺风背后 也是做了很多功夫 而在上半年实际上 那些新业务的增长 是比这些更厉害 就是传统的业务 升了四成多 它背后那些所谓的新业务 平均都升了七至八成 所以我觉得 不是单单一个所谓的 疫情受惠股的概念 而是整体中国大陆 对于这些物流货运等等的需求 其实这个大趋势是很强劲的 明白 好 第二只 顺风股价继继续看好 对吗 对 继续看好 好开心 好开心 下一只想说 这只是拼多多 拼多多 拼多多 拼多多我们说完之后 股价也调整 我们公道一点 我们出街的时候 九十多元 现在跌了八十多元 其实他也出了业职 我觉得 其实本身的业职 就有东西骂他 就有东西赞他 先说骂那些 骂那些 就导演到下一个图 可以看到 下一个图 刚才说过 GMV 即是他的平台的货品 交易量 即是有多少人拼多多买东西 其实也不差 你看到他 如果绝对数字计 他按年第二季 按年增长都是三十几百分比 所谓四十几百分比 不过 问题就是他之前是更加厉害的 所以市场 其实对他的预期都高 所以当他这些高增长股 你的增长 同时不一致的时间 就会有调整的压力 不过其实如果小分一点 其实也有东西赚他 大家不要单单看一个单季的 GMV的概念 第一其实就是 他以往 大家一定投诉他 八亿保陆就虚了很多钱 是的 我之前也问过 其实他的亏损是大幅收窄的同期 即去年是虚了十五 即市场预期十几亿的输 其实这一季他输了几千万 那你会看到 他输得很快 是的 其实他那个 也有赚赚他 即他也不单单是烧银子 烧回来 背后他也是 开始去盈利水平 不过公司当然在这里说 对他们来说 短期的雀眼点 并不是盈利 而是真的 评论的影响力 至于你说 就是核心的问题 你问我 那一季的GMV差 那应不应该判死刑呢 我觉得就不应该住 当然了 应该留意 不应该这么麻木去说 我觉得他一定行 不过因为 其实也有些合理解释 即他也合理辩解 就是同期 譬如京东 阿里巴巴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推广去争生意 尤其是在一些所谓3C的产品 即是一些电子玩具 电脑相关的产品上 那些通常的单价是比较高的 那竞争大 其实某程度影响到他今次的GMV 如果具体这么说 由于过去一两三年 其实他的增长 用户增长很强 去到差不多六亿七亿 其实最新第二季 他的增长也有成五千多万 基本上已经追到淘宝 其实不差很远 分别就是我上次说过 他对每一个客户 其实他的扣 即是花多少钱是很重要的 在淘宝 平均一个人 就是花九千多元 在拼多多 只有千多元 那其实市场上高 本身的预期 有一个程度就是 他透过补贴 吸了很多新客 去试完你的服务之后 理论上越买越多 那你应该平均 所谓的 类似阿扑的概念 应该升的 那一季没有明显的升 那就是这个市场 就比较有个担忧的地方 但我的理解就是 真的一季 其实是不能够太作准的 所以这个 当然我觉得 应该密切观察 如果未来一两季 都是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 还是失望 那我可能重新检讨 但我到这一刻 我暂时都觉得 这间公司 不是一个很大方向上的转差 但问题是我们刚才的图 是从2019年的Q2看的 对吗 嗯 到2020年的Q2 那这个trend 你觉得不是那么明显 这个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个 那这个 当然你说增速会降速是正常的 因为去2019年的时候 可能只有 那个basis 可能只有三四亿人 现在到六七亿人 明白 当然这个合理的判断 都不能够长期位置200% 是 但是我刚才说 为什么人们觉得有些少认识呢 譬如说 上次我来说 我都说过 其实618的国内电商 比较重要的推广日子 其实当时他都公告 他们的那个销售增长 有成两倍多 所以某程度设定 大家市场对他的GMA的增出有个比较高 OK 现在就好像有少少认识 不过其实我觉得 他的合理解释就是 他由于很多的精力投入 所谓的FMCG 那些单价是比你买一部电脑低的 就是你买一瓶洗头水 和你买一部电脑 那你做一宗生意 其实那个金牌可能差几十倍 所以这个呢 暂时呢 我就都收货了 明白 有没有加码 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我有加码 有加码 是的 我也有加码 所以我们加减 我们都跟大家报告一下 下一张图就是说回宁德时代做电池汽车的 电池汽车 他叫做出现的 时间关系可能精简一点 他也叫做不太差了 守得住 比起A股来说抗跌能力比较强 我觉得两个 当然他的第二季的表现 是比大家想象好的 尤其是上次阿威威你也问过 会不会对那个利润率 过去有一定的下跌 但其实第二季呢 你看到由于这个行业真的比较 就是由于疫情关系 整个电动车的增速是减慢的 那么他就不用跟人斗价了 所以其实反而呢 这个时间呢 他可以 这个margin反而呢 当其他人差的时间 他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这个就是 反映了我之前的想法 改善了多少 大约是改善了 那个ASP市场估计是跌两成 但实际上出来呢 可能是跌了一至两个percent 所以真正他那个 就是那个价钱的跌幅 是大家想象中是好的 那么有程度 令到他整体那个表现 是比大家想象中好的 那么我觉得有两个 比较新的大家也值得留意的 第一就是为什么中间 你们问一下 为什么那天会跌下去呢 那个股价 那么因为呢 就是在国内呢 在七月 应该九月七号呢 有个新闻呢 就是那个 其中一款电池 就是他们有做的 叫做NCM811 这种电池呢 就出现这个自然 就是自己烧自己 自然的情况 令到呢 就是大家担心 会不会产生安全的问题 会不会令到你这个技术 会被别人呢 就不用你 怕了你 那么第一呢 其实就是 当日就跌了很多 公司呢 其后也有澄清 其实第一 那个事呢 就完全不关于产品的 此其一 第二呢 你也很明确地说 其实公司是不会放弃 这个 就是在NCM811 这个业务的发展 嗯 免除了部分 即是投资者的担忧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呢 就有个比较新的 也都可以提一提 上次没有提的 就是他有一样东西 叫BAAS Battery as a Surface 传统呢 我们买辆Tesla 你买辆车回来 就买辆车咯 那就 就完了 但是呢 有两个原因呢 其实现在国内呢 是希望开电呢 是可以换的 那么其实呢 现在部分的车 比如好像蔚来 其实开电 其实已经可以换的 还有另外呢 当你的电池 你跟车 不需要买的时间呢 其实你的 压力的价钱便便宜了很多 因为我说过 就是电池 占一个电动车成本 可能是两三成 如果你不需要买电池 那电池呢 变成了As a Surface 你可以换的话呢 其实第一就是 补贴上的货币 会有帮助 第二 对一个顾客买 买车的意欲大了 而你作为一个电池生产商呢 如果你Battery as a Surface 即是说 除了每架车 要一架电池之外 那么背后的基建上 也有其他电池 你才可以作为一个替代的 不就是我现在开车去那个 那个站那里 我已经不是入电了 因为充电大家觉得慢 我是直接 换个电池 再走过 那对于整个行业的增长呢 也是很厉害 那它呢 其实最新的九月份 已经开始 部份的国内车厂 比如Leo 蔚来汽车 已经开始做运营 那这些我觉得 是个机遇 比大家想象中更加高 那所以呢 我也继续持有这只股票的 OK 所以继续没有加码 还继续 是的这个也挺好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大回调 明白 有人问凌德时代 和信封选一只 可以买哪一只 这个挺难回答的 第一就是 两只我都很喜欢 两只都没有什么回调 OK 两只都喜欢的 因为我两只都有买 OK 另外有人问你 如果是买 你有没有研究本地地产股 公用股 收租股 内容股 有 但我全部都是沽空的 不是C基金 C基金 它是一个零售基金 是政家会注册基金 就不可以沽空 单个别股票 但是我旗下其他基金 是有沽空的股票 那我应该很简单的 讲一讲 就是很多人觉得跌了很多 息很便宜 即息很高 所以去买 但是我觉得 对着一些 我觉得没有什么经营前途的生意 有三样东西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 如果那盘生意是差 再便宜也好 市价是你的敌人 嗯 是吧 即是当你一路搜一路搜 但那些生意每年越做越差 正好像你买了 难听点 你买了一只尼封 或者买了 买了 XBIT一样 其实是再便宜的位置 都不能够令到你的生意更加好 第二就是 当你觉得那些旧经济 或者经营得比较差的公司 很便宜的时间 但你是有个所谓的机会成本 你得一注资金 你究竟是买腾讯好呢 只买那些内人好呢 我就宁愿买腾讯了 其实我问我这个问题的观众 就说不是的 我是退休人士 但问题是 你是退休人士 就表示买这些安全吗 这个我觉得概念好像不是很适合 因为其实实际上大家都 你买汇丰是否安全 就是会赚息蚀价 所以其实都是 你有时候蚀价了 汇丰是不能派 所以我觉得就 你问我 我觉得都是 尤其是我觉得在股票投资上 其实是真的应该找一些 行业范子前景好 竞争能力强的 那其实才是最稳定的 其实有一张图没用过 就是《宁德时代客户分布》 导演给观众看 这个是《宁德时代》 是 因为呢 为什么我特别说一个图 因为其实我们上次 上次来这里做完节目之后 其实有两家公司 都是美股中概股上市的 包括就是理想汽车 包括就是小鹏汽车 因为国内做得比较 就先进步 至少买每个月单月 买得超过一千部 有些看头的 就是这些 那其实有些人问我 那些所谓的 买哪一只好 其实我说 其实你就不用想的 不如直接买《宁德时代》 因为你看到 《宁德时代》 就要帮衡任何电动车 就要帮衡《宁德时代》 因为没办法 它又是质量最高 技术也最传名 还有下半年 都可以多说一点 无论你觉得国内哪一个电动车 在《宁德时代》都可以受惠 下半年更加额外的 bonus 就是Tesla Tesla就开始 国内供货给Tesla 就变成是一个新客 所以在下半年 业绩才开始反映 即是上海的工厂 对吗 超级工厂 以往就是靠 Panasonic和LG 现在都是它 所以9月22日 Tesla就有电池日 到时大家看看 会不会和《宁德时代》 有多点想像空间 明白 有人问 什么新股 譬如 有人说 你说 新股其实现在都多 不过你问 什么乐响 六股就挺先进的 老板很厉害 上市之前 已经和股民在互动 是吗 在 微博 好像在富途 富途平台上 挺先进的 不过我自己觉得 真正最值得留意的 始终是马亚集团 即是马亚金服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未来就会在大陆 和大陆和香港同步上市 A股 暂定 已经定了日子 9月18日 就会做个手续 所以如无意外 9月底 或者10月 其实就两步同步上市 其实现在港交所 已经看到所有 招股书 我觉得 当然 你一般很多IPO 尤其是省户朋友 其实弹球 就是当哪些 就比较超华认购 当抽落彩 但我也觉得OK的 尤其是省户来说 成本不是很高 但如果你问我真正应该 留钱 留力 应该是买金服 金服 那么多人抽 是吗 但至少他稳定很多 还有我觉得 其他所有那些 现在很多小股票 说清楚一句 可能你炒完一轮 过多半年都没有人记得 但说真的 马蚁集团 即马蚁金服 我相信就是 他想完半年之后 只会越来越多钱 继续入口 明白 时间关系 下一集 不是下个月 因为他不空常常上来 下次找他说一下 过股有什么新的股份 买金服 还有心理的分析也好 因为我很喜欢听他的分析 多谢你很多 多谢大家